本期世界风将带你前往花园之城新加坡 在牛车水探访早年华人辛苦打拼的生活场景 然后搭乘水陆两栖鸭子船展开一段水上之旅 精彩的民俗表演又会带给你什么样的视觉惊喜呢 最后到访野生动员和可爱的动物们来自亲密的接触 实现你海底漫步的梦想 本期世界风将带你前往美丽的花园之城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你一定会想到一道新加坡著名的美食 那就是海南鸡饭 那其实早前张艾佳有一部电影就叫做海南鸡饭 而这部电影就是以牛车水这个场景为背景的 影片海南鸡饭的主人公是一位在新加坡开设餐馆的女性 她独立养育着三个孩子 生活单纯却又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这是新加坡的China Town 我的珍稽海南鸡饭店在这里是最出名的哦 我的餐厅已经有15年历史 我刚刚把它矿账和装修 明天重新开张 新加坡素有花园城市之称 处处洋溢着热带风情 由于近海的原因谁都可以来到这片乐土 并把各自的文化融入进来 除了华人在19世纪末的夏南洋大迁徙 新加坡到底怎样发展成如今的繁华 让我们的主持人来告诉你吧 大家看到在我身后呢 是Stanford Rufford的这个雕像 Stanford Rufford来自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1819年的时候他登陆了新加坡 然后就发现哇原来这里是一个 可以拥有巨大商机的自由贸易港口 于是呢他和当时统治这里的苏丹王 进行了却商之后呢 获得了这港口的建设权 也使得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 变为了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而最早那些来打拼的人 努力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繁荣 电影海南鸡饭的故事背景 从牛车水开始 牛车水是一个现代和传统并存的地方 而原本这里的居民都以牛车拉水 来做清扫工作 也被视为最底层的地方 要看浓浓的东方色彩 传统的唐人风味 这里是个好去处 唐人难移的辛酸史在这里 新加坡华人的发展史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 电影中生动描绘出今日华侨 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画面 但当年第一代移民华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原貌管就能让你对于华侨 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原貌管再现了19世纪华人们漂洋过海 打拼生活的历史 这是一间经过翻新的三层电屋 通过其中的展品 你可身临其境 清楚地了解早期华侨移民的生活情形 以及他们的辛酸经历 19世纪末开始 许多沿海的广东 福建人也远离故土 下南洋寻找发展的机会 一开始 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血泪史 与打拼创业史 靠着当年先辈们的努力 许多新加坡华人的后代 如今已经过上了很不错的生活 而他们深知 自己骨子里流的血 还是属于中国的 虽然远离故土 但每年仍举行的赛龙舟等庆典活动 依然体现了华人浓郁的民族情感 除了华人 这里还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而多元的文化 反倒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很多成了新加坡的独特标志 其中的海南鸡饭 就是起源于中国的海南岛 通过华侨的引入 如今在东南亚发扬光大 都说来到新加坡 就一定要尝一下海南鸡饭 那么现在呢 我身后的这家 就是新加坡非常出名的海南鸡饭 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海南鸡饭是一道 从选择食材 作料到烹饪 都非常讲究的料理 电影中成就了 女主人翁的母爱和亲情 而我们也从电影海南鸡饭 追寻到了华侨奋斗的原点 重新认识了新加坡 百余年来 华人通过勤劳和智慧 见证了新加坡的成长 这一段路走得不易 但的确走出了一片繁华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车子 是不是长得很奇特呢 这就是新加坡特有的Dactus 这个叫做鸭子观光车 为什么叫做鸭子观光车呢 大家看一下 它下面的轮胎 是不是很大呢 而且呢 它这边还有刻度 0.2 0.4 0.6 0.8 0.1.0 Land and Sea Adventure 其实它是水路两用车 Duck Tour 这是新加坡的一种 水路两栖交通工具 水路两用观光车 鸭子船 配合车头特有的造型 像鸭子的橘红色嘴巴 及大眼睛巧妙地融入车体中 在路上它是巴士 而一旦下水 它就变成了船 乘坐鸭子船 您可以立体化地感受 新加坡的城市面貌 当巴士行驶在路上 随车导游正在为旅客们 讲述新加坡的历史 与风土民情 而一旦下水 包括导游在内的所有人 都会